歡迎來到空調小舊室 歡迎來到空調小舊室 我是老柯 今天我們來講外機 現在我在客戶家的聯動透天頂樓上 周圍都沒有建築物非常空曠 這個方向的風會吹到外機後方 讓熱氣可以快速散掉 不會造成熱循環 風往這邊吸 熱風往這邊出去 我們來看看其他台 這些都有裝遮雨棚 很多消費者會認為 裝遮雨棚外機不會淋雨 壽命會變長 這個認知其實是錯誤的 在這種環境下你裝了遮雨棚 你太陽一樣照到蒸發器 而金屬最怕的其中之一就是紫外線 而我們來看一下 外機的頭頂與周圍棚的空間 大約只有三紫節高 這種高度若是以後遇到外機損壞 就要拆掉 這個就是外機上蓋的螺絲 分別在上蓋的四周 我們再來看看遮雨棚壞掉的這一組 很明顯的看到這個遮雨棚 若是沒有損壞 這個上蓋的厚度比較厚 若是要拆下來就要拆遮雨棚 這樣的條件下 若是安裝的不夠完善 外機很快就會因為散熱片被紫外線破壞 所以到底要怎麼安裝呢 讓我細細的講解給你聽 讓我們回到有遮雨棚的這台 這個是遮雨棚的螺絲 看看這個鍍心螺絲都已經生鏽成這樣 今天是我站在屋頂上 這種空曠的屋頂好施工 拿砂輪機切一下轉一下就掉了 若是外機在牆壁的外側呢 看看這個鎖腳架的螺絲 一樣生鏽成這樣 我帶你們去看看遠方裝的是外機 剛剛那樣的條件下要拆遮雨孔很簡單 大家看看對面的外機也有裝遮雨棚 這種外機若是外機壞掉 你要怎麼拆遮雨棚 我知道很多師傅都會飛 站在這種不到20公分的柱體上 薄命演出才賺幾千塊錢 你師傅掉下來二樓馬上變凶宅 你看看這種外機要怎麼維修 你這邊也沒辦法叫吊車 客戶也不可能讓你在他家裡打幾隻壁虎 讓你安裝安全神 收個危險施工費 在那邊趕快叫 你娘阿閃在台北看看 你看看這種條件下 維修冷氣難度多高多危險 這就是我不做安裝不做維修的主因 因為別人的小孩死不掉 你掉下來客戶只會怕你跟他要醫藥費 只會怕他家變凶宅 放眼望去全部外機都裝這樣 都要在窗戶下面看不到外機 導致原廠一來看到這種施工 你冷氣有問題他們原廠也不敢維修 你只能找原本安裝的廠商來維修 這麼多的外機安裝方式到底有沒有我覺得可以的安裝 有啊 這一台比較好一點 下面有一個比較寬的平台 這一堆外機裡面就這邊還算安全 像是這一種要維修就要站在這個大約20公分的柱子 左手抓著機器用一隻手拆螺絲 左邊的二樓也可以站在一樓的遮雨棚上面 但是我還是遇到過把一樓的遮雨棚踩壞還要賠錢 你們看可不可憐啊 接下來我們來看室外機銅管的保溫 這一台已經破掉看到銅管野外露出 這個野外露出有沒有令你感覺很興奮很刺激啊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台 這個幾乎已經全裸上陣了 這種狀況會因為沒有保溫的關係 導致能源耗損 雖然這樣野外露出的長度不夠長 並不會造成冷氣不良 但是還是會影響你的電費 我們來看看這台沒有遮雨棚的外機 上面這邊就是我所說的 因為熱導致結構變化 先變軟再變脆 你看看下面這邊 這個聲音還是硬的 中間也硬梆梆的 代表這台只有爛上面 你看看一波就脆 再看看另外一台沒有遮雨棚的也一樣 一樣是上面脆化 接下來我轉身去看看旁邊那台雜牌的散熱片怎麼樣 看樣子沒有脆化 感覺上只有氧化成 這樣的狀況倒是還ok 摸摸看還是捏砰砰 接下來我們去看有裝遮雨棚的日曆外機 你們看看 你們看看裝了遮雨棚 脆化範圍更大 這個範圍至少也有1分之1 一樣一摸就脆 下方倒是還好好的 再來看看另外一台有裝遮雨棚的 脆化範圍跟剛剛一樣 這就不用多說了 那為什麼脆化的都是上面 這脆化的原因會根據你安裝的位置與方法變化 以目前這種安裝條件下因為熱空氣上升 所以上面的蒸發器比較熱 再加上紫外線破壞所以脆化 這樣學到了嗎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按讚加訂閱 不喜歡不要看看不要訂閱不要留言 我是空調小教室老柯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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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拍我們的拍照 我們下次見